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直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已经开启第七天左右 其中费城七六人不再因缺席比赛 向全明星球员本西蒙斯罚款 他被列为其他原因缺席 阿尔德里契伦修 无人出战对阵奇才的比赛 就在刚刚一胜二负 洛杉矶湖人宣布好消息 首先据明记报道 湖人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后 他们也付出一定的代价 詹姆斯被贝恩压到右脚踝痛哭倒地 调整后重返比赛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现在詹姆斯的脚踝有酸痛的感觉 但他还是拒绝阴上休战 大概率会出战圣安东尼奥马斯的比赛 从这位明记透露的消息来看 洛杉矶湖人赢球的代价真的有一点点大 首先第一个是 虽然击败孟菲斯灰熊 四巨头质疑的核心勒布朗詹姆斯脚踝出现伤病 被贝恩压到 幸运的是 后者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次第二个是 为了鼓舞队伍与增加球迷的信任 勒布朗詹姆斯拒绝像莱昂纳的那样 编着花样轮胸 选择出战对阵马斯 不愧是硬汉 值得一提的是 2021 2022赛季销利洛杉矶湖人的勒布朗詹姆斯 常规赛总共出战三场比赛 场均能够得到26分 6.3篮板 5.3助攻 他在带动队友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当全明星后卫拉塞尔维斯布鲁克来到这里 前两场比赛打得有点低迷 他选择鼓励后者 继续做好自己 而不是拒绝让威少效仿雷霆 火箭石器 改变自己的打法 那样是最伤害球队 也彰显队内老大的风范 其次拉塞尔维斯布鲁克是360组合当中 最容易受外界诟病的 虽然威少赛季以来的表现不是很出彩 但他正在努力融入球队 个人表现有所回暖 虎人队教练组也在通过调试阵容 让他更好融入球队 虽然威少习惯持球的快节奏打法 但在詹梅组合身边 他没法争场都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打法比赛 团队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威少也在努力融入球队 他赛季首场比赛几乎没给队友掩护过一次 但这两场比赛他明显增加给队友掩护的戏份 尤其是此一打回球队最后三分钟 威少好几次给勒布朗詹姆斯有球掩护 给龙梅哥安东尼戴维斯乌球掩护一次 在比赛最后三分钟 威少上踢给詹姆斯挡拆 之后中路顺霞接老詹穿球吸引包夹 助攻空气的龙梅哥轻松双手扣篮 故人队主帅弗兰克沃格尔赛后 接受采访是表示 让威少给詹姆斯挡拆的战术 是他们教练组讨论过很多次的 只愿这肯定是他们都喜欢的打法 很显然 虽然威少的外线投射缺乏威胁 但他真的在努力学习打雾球 教练组也在努力帮他融入球队 大家还是需要对威少多点耐心 而非一味冷嘲热讽 其次 别看忽人队常规赛开局战绩不是很好 但全队目前三分命中力排在联盟第一 百分之四十三点四 这赛季的忽人队引进了不少 有外线投射能力的新援 比如卡梅隆安东尼此一十五投十中 三分八中六砍下二十八分三篮板二盖帽 马里克门克此一三分三中二到十二分二篮板四助攻一抢断 正负之家十九全场最高 和特雷沃阿里扎等人 这让胡人队的外线投射有了质的提升 需要一提的是 老战新赛季以来的外线手感非常出色 此一三分九中四 成为球队非常稳定的外线投射点 除此之外 新秀奥斯汀里夫斯新赛季以来的表现很不错 也是胡人队一大收获 里夫斯打得积极有活力 而且球风沉稳 色影球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四一三中二得到四分三助攻 正负之正十八派全队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 数据显示里夫斯与詹姆斯搭档的攻防效率都很出色 据美季Jason Tink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赛季前三战 里夫斯和老战共同在场26分钟 胡人队进攻效率高达138.9 防守效率94.2 净效率达到加44.7 其实在战胜辉胸赛前 沃格尔表示这场比赛他会改变阵容 因为没有一套阵容是可以战无不胜的 所以他要尝试各种阵容变化 之前已经试过好几套阵容 大多数情况之下 沃格尔都是三巨头带着一个小乔丹 或者带上霍华德 再加一个贝兹莫尔 这是赛季至今胡人使用最多的一套阵容 却屡屡失败 看来必须变阵 那么这场比赛 忽然又使用了哪几套阵容呢 沃格尔又有哪些变阵呢 第一届沃格尔还是使用老一套阵容 詹姆斯 小乔丹 农梅哥 维少和贝兹莫尔五个首发出场 结果这套阵容开具出师不力 甚至被灰熊压制 半戒刚过 这套阵容被灰熊打了一波17比7的攻击波 中断 沃格尔换人 太上安东尼和门克 两分16秒又换上李福斯 结果门克跑快攻上篮打进 而安东尼却连堪五分 忽然掀起进攻浪潮 一浪盖过一浪 忽然轰出一波22比7的攻击波 这套阵容就是安东尼 威少 李福斯 门克和安东尼 也就是三老二少的阵容 可见这套阵容确实占据上风 四杰沃格尔继续变阵 让霍华德 安东尼 李福斯 詹姆斯和威少 这是四老一少的阵容 结果这套阵容打了三分钟 不见效果 可灰熊依然难翻高下 沃格尔果断变阵 再次派上门克 同时农眉哥换下霍华德 这是一套詹姆斯 农眉哥 威少 李福斯和门克的阵容 依然是三老二少 结果农眉哥 安东尼和门克三驾马车齐驱 先后杀到篮下连砍六分 威少突然爆发 又是中投 又是突破 还有三分 连砍九分 这一套三老二少阵容 再次掀起进攻高潮 并将比分反超 第三节 首发是詹姆斯 小乔丹 威少 农眉哥和贝兹莫尔 老一套阵容 结果进攻都还过得去 小乔丹完成爆扣 农眉哥和贝兹莫尔 也先后命中三分 双方展开对攻大战 可是防守老胳膊老腿 却跟不上 反而被灰熊打出高潮 灰熊连续打反击 速度是越来越快 好在安东尼和詹姆斯 掏出收藏多年的三分瞄准器 先后命中三分 否则差一点被灰熊那帮小伙子 一波流带走 三截战吧 忽然还是以87比90落后 末节 沃格尔终于发现 还是三老二少阵容靠谱 于是第四节 沃格尔派上詹姆斯 农眉哥 安东尼加门克和李福斯 两名年轻球员 詹姆斯一记三分开局 安东尼手感延续 连续命中三分 李福斯却脚踏烽火轮拖 突一般跑快攻 门克一记三分远远射中 出一套三老二少的阵容 哄出一波14比3的攻击波 为胡仁最后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以上不难看出 胡仁这场比赛的胜利 确实和沃格尔变阵有直接关系 而其中最强的一套阵容就是三老二少 事实证明四个老头的阵容不行 一是跑不动 二是防守跟不上 三老加二少 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点不足 胡仁终于一套最强阵容浮出舍面 沃格尔终于找到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 只不连败 胡仁前景也变得豁然开朗 实际上 胡仁在这三场比赛中 其实是不断展现出进步的 赛后胡仁名宿魔术时 约翰旭发推写道 胡仁国度 我们看到胡仁今天取得了巨大进步 六人得分上双 比赛很有趣 没有错 现在的胡仁不仅仅靠三巨头 和之前的比赛相比 现在有更多的球人开始站出来得分 但东尼 门客等人的状态越发出色 更好的消息是 威少的融入越来越好 他和詹姆斯之间也正在慢慢找到感觉 之前很多人质疑 威少和詹姆斯的打法有些重合 两人中任何一人持球 另外一个人都会难受 但是现在来看 詹姆斯再将球权让给威少 自己更多打无球和充当射手角色 同时两人还不断尝试挡柴配合 这一点效果不错 也让胡仁主帅沃格尔相当开心 沃格尔说道 这是我们喜欢看到的情形 尽管磨合还没有到位 但是胡仁三巨头的默契正在不断生成 新版胡仁的威力其实已经在慢慢展现 更主要注意的是 胡仁现在因为三巨头还没有磨合到位 他们在场上的空间和配合其实还是比较糟糕的 但即使如此 他们依旧能创造大量空位三分机会 并且投进不少三分球 一旦胡仁的化学反应正式形成 他们将会是让其他29支球队忌惮的存在 当然 在拥有如此出色的投射表现的情况下 胡仁的战绩依旧不理想 场上的表现依旧看起来很糟糕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的防守实在太差了 其中微少糟糕的协防 以及阿里扎等人的确诊是很重要的原因 沃格尔也承认 胡仁需要重新打造体系 尤其是防守体系需要重新磨合 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对胡仁的前景拥有更多的期待 只要能保持健康 这支胡仁在本赛季绝对大有看透